下一位演员呢 对 婚姻话题颇有研究 让我们有请Rock 咱们是不是有点太浮夸了 大家好说 尤其你看到正投入的时候 对吧 突然一对前方高能 Rock今年状态也挺好的 主要可能是因为Rock去年精神状态太差了 今年我觉得就是要简单一点轻松一点 有请内头排名第五名Rock 好 第一次看到我们结婚吧这个主题 是一种心动的心情 就是 是一种很期待的心情 我觉得婚姻是更现实的东西 它有很多琐碎的需要你去落实的 我会觉得爱情更轻松一点 爱情甚至更虚幻一点 去年自己的表现可能不是特别好 因为尤其到后边讲到离婚经历 这一趟可能自己在心里上还是有一些坎儿 大家可能会在印象里 对于我在聊这个话题 一上来就会有一点 可能会感觉有点沉重 或者说有点负担之类的 他应该是有磨练的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想在会议这方面 再好好地说一次吧 事情说得精彩一点 可能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大家会挑一挑对手 对我来说 这个主题就是我的对手 今年啊 我就在这个地方爬起来 都回来了 都赶回来了 看看能不能打破李雪琴的票数 大家好 我是Rock 今天的主题叫我们结婚吗 我知道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不是选错主题了 因为是有点尴尬 是吧 因为大家众所周知 我是一个对离婚颇有研究的人 去年我在这个舞台上讲了自己离婚的经历 讲得很不好 整个人很丧 我记得有一次上台 我还没说话 底下一个观众看着我直接就 哎呀 感觉把他给愁的呀 所以说真的是 你在台上要表达自己的脆弱 真的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到那之后呢 我就变成了一个悲情人物 我去现场演出 总是会有人不笑 但是他会给我加油 这好像我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是吧 我抛一个梗 他鼓励地看着我 加油 都别给我加油 都别给我加油 没翻 没翻 没事 他的气不会乱 一哥开四十八 是装不死的人 那我现在又单身了 是吧 又会有人开始给我介绍对象 他一般都是拿一张照片说 你看这个 真不错 而且和你真的很合适 他也离过婚 什么意思啊 是离婚的只能跟离婚的在一起了吗 是我们已经被单独化成一类人了 是不是 是不是以后厕所都分成三种啊 男的女的离过婚的 我觉得结婚是很美好 但是离婚和单身也不应该受歧视 对吧 你知道我现在就特别烦 情侣管对方叫自己的另一半 哪一半 听着这个人就好像天生缺一半 就 我的另一半 就好像在他们嘴里 你单身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 你必须要找到另外一个人在一起 才能组成一个完整的人 是吧 俩人都缺一半 我的另一半 来了来了来了 那我父母呢 基本是这么想的 因为他们现在又开始催我结婚了 鼓励我再接再厉 我就发现 人类好像最大的爱好 就是看别人搞对象 你们觉得吗 就这点事 你知道去年我在节目里 跟另外一个talk show演员 有些互动 这个人叫杨丽 没有陪 我的错 Rocker我错了 然后就有人开始吵我俩的CP 我也是第一次被人吵CP 是吧 我就觉得很新鲜 但是我没想到大家对于吵CP 已经到了一种不讲理的地步 你知道吗 硬吵 前段时间我脖子受伤了 知道吗 我就在网上放了一张自己受伤的照片 正好那段时间 杨丽的脚崴了 她也在网上放了一张照片 是吧 我过去一看 底下所有的评论都在说 杨丽是不是用脚T-Rock脖子了 我说你们怎么想的啊 这也不是CP应该干的事啊 什么CP天天用脚踢对方脖子 他是打算用脚B咚我吗 他说亲爱的 哈哈哈哈 好喜欢你啊 哎呀好贫啊我靠 还有更夸张的 你知道吗 就是 有人会专门做我俩的CUT 知道吧 就是所有我俩在一起的镜头 他会捡到一起 是吧 然后加一个淘心的特效 然后在下边留言是吧 你们这CP我锁死了 钥匙我吞了 我说你吞了你消化的了吗 你知道我一开始看到这个 我觉得这视频呢 肯定是杨丽自己做的 就有一些感动 然后后来很遗憾发现 不是不是 人家还以为是我做的呢 哈哈哈 CP是挺好刻的 但是我觉得婚姻 还是一个很现实的事 我觉得婚姻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对婚姻的期待太高了 真的你想两个人只要一结婚 旁边所有的人都会希望他们 白头到老 对吧 都希望把这两个人锁死了 是吧 把钥匙吞了 因为白头到老的时候 我们所能想到 婚姻最完美的结局 所以你看情况就是你 第一次结婚 就被期待做到完美 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 你想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 是你第一次做 就被期待做到完美的 你说我第一次去游泳 我爸不可能直接把我带到长江 对吧 指着江面跟我说 来 横肚 不会 你说我第一次去开车 驾校的教练也不可能直接 就让我上高速对吧 除非他想跟我同归于尽 是吧 他说这车我锁死了 钥匙我吞了 谢谢大家锁死了 为什么有四个灯 这个灯是哪来的 我瞬间了 好 谢谢Rock 我们通道关闭 还有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哦 这个还获得了我们四个领校员的投票 恭喜 恭喜 谢谢 谢谢 感觉Rock今年这个心态好多了至少 对 放松了很多 我今天讲的这一段 今天老师是不是在线下还看过一次 看过一次 对 我记得有一次你来看 对 对 我那个拍灯啊 主要是我想问一下 我想我拍完灯比较好问 那你跟杨丽就是 就真的没有来电吗 我是开了个灯行会一下 我觉得我比较好问 就 同事 大家讲点真心话 说一下 不要讲那么场面话 如果我们互相欣赏 对 就是这样 杨丽你欣赏她吗 杨丽你欣赏她吗 杨丽 我只能说我欣赏很多人 就像李雪芹和王建国一样 互相欣赏吗 大家真的过这个夜 这真的有人喊在一起 大家真的很喜欢 对 就我觉得她的脱口秀是有自己的风格的 对 就起来这个一声叹息啊 再到你这个故事 到你自己的人物 有自己的风格 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 而且 我觉得你自己造梗能力特别强 比如你去年这个事 还有这个今年的这个 这个你刚刚这个说加油 我觉得她也会可能成为你持续的梗 我觉得这个造梗 这个定位是不是下的还可以 造梗吗 可以 可以 就是自己 这个表演不惜毁掉自己的人生 我是Rock的粉丝 所以不太应该讲任何东西 因为大家听了会恶心会肉麻 谢谢老师 我也是你的粉丝 你恶心一下我们呗 就是 我说不出口呗 太恶心了 说不出口 好说死了 说死了 要是你错了 真的说不出口吗 就很喜欢 是是是 那就是被她这种整体的 上一场我是唯一一个失态的 哦 就是 50个吧 当时是 麦格表演的时候 只有Rock老师表演 让我完全失态了 然后我不敢看回放 哦 就这边都是口水啊 哈哈哈 还要你们后期剪一个cut 然后画一个心在那边 这个钥匙我吞了 但是我想吐 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挺好的 我感觉她从开场 一进来就是带着戏的 一直到台上 包括拿麦什么 都在一个状态里面 然后到最后收尾 这个锁死什么 都非常完整 然后我都看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特别好 嗯 所以就给你票 是是 她走上来的时候是她 但是表演的时候 第一口一探气 其实就瞬间 切成一个演员状态 有人物感 是是是 这个是真的 好那我们因为 刚刚已经说了 从这一位演员开始 安全区就不再安全了 请小快来到舞台中央 请小快来到舞台中央 他本该就是这么厉害 甚至应该更厉害 好我们来看 Lock的得票情况 没超过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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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高非常高 因为还有我们四个的二十票 非常高 所以我们现在也很明显了 小快就要离开我们的舞台 最后跟大家说几句 除了语气注词之外的话吧 把麦给人家 你真行你 赢了就这么嚣张 不太对了 那什么我回去做家务去了 没别的可说的了 谢谢各位 好谢谢小快 谢谢 那小快那个吧 因为我看他的文字稿了 我看文字的时候 他是那个意思感觉 但他可能讲的时候 语数太快了 大家没有反应过来 今天小快没有发挥好 我们还是经验上欠缺一点 段子上不够自信 那Lock呢是138票 我们来看一下Lock的排名情况 恭喜Lock 现在排名第二 进入安全区 恭喜 我觉得Lock这次 其实表现得挺好 但是这场的观众 可能更喜欢雪芹 这样接地气的内容 所以Lock没拿到爆冷王 还挺可惜的 他的表演 能瞬间就把你带到一个 戏的这种情境里去 并且是非常好笑和非常有趣 后面Lock对我说得好 现场反映也比我好 我这个第一不是那么的稳的 并没有多名副其实 但是我挺开心的 Lock今天表现很好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压力型选手 他就得逼入绝境 所以我要后面研究研究 怎么让他逼入绝境